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一定不放弃孩子 一个孩子一个人他将来要在这个社会里面生存的 而不是在父母的庇护下 不是在特殊机构的庇护下去成长去生存的 我们还是想还是让他回到一个正常的环境里面 接受正常孩子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有个Fly Day小夜团 这个小夜店就是融合性质的 它会跟大家融合在一起 就学到一种团队的精神 我觉得他很享受很开心地去成长 音乐 艺术就是他的生命 11岁的时候让他学到钢琴 改头换面的感觉了 第三年吧 他就自己尝试的去写谱子 他会写一些早晨 黄昏 他会写一些森林 海岛 皱铭曲 回弦曲 太有想法了 这个就是艺术带给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他想把他的音乐提高到一个高度 我希望他有一份职业 有一份工作 将来能够自食其力就好